来台湾三年左右的时候的参目 几乎都忘记 我好像有看过 每个段子几乎都忘记 可是这个也是表演的一种 对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跟你们说 我也觉得 真的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我不敢跟很多人聊天 你是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是怕香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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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是吧 我们Package不能说谎 我真的分 你是胖身啊 我跟你去喝酒的时候 从来没有觉得你胖身 你们都是好朋友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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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阿达 我是文康 我是杀木 我是泰田 欢迎大家收看 locals Huh 欢迎大家收看 還在家 错 sunt 我想问一下 欧打三年是故意合音的吗 很厉害 故意的 完全合在漂亮的合音 好厉害吧 激興的 天才 唱歌天才 艺术家 这样就是艺术家 是是是是 這是天才的 天才就算是音樂家而已 我們今天的來賓是 曼仔少爺 謝謝 謝謝 其實曼仔少爺是第一次 真的 跟我們做節目做那麼久 沒有正真聊天Podcast的第一次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什麼邀請來賓的 是嗎 真的 我上次看了 對因為他們給我們錢 所以我們也需要給你錢 他們逼我們 威脅我們的家人他們才來的 沒有到這個程度 沒有因為我們平常其實都是自己聊天為主 那之前有人想要宣傳的時候會來 對 但是在一個時期就最早最早那個時候邀請一些來賓 但後來是幾乎都沒有了 沒有了 跟哈利桑跟人聊天 對對對 我們講話很快 很快嘛 對吧 是是是 沒有字幕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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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耶 單純聽的 但我相信 因為認識漫才少爺的人也都很習慣他們講中文的 對 因為畢竟 我們看他專場的時候 大家也是笑得非常開心的 那時候也沒有字幕啊 沒有沒有當然 沒有嗎 現場活動耶 現場活動沒有字幕啊 沒有他唱歌應該也不用什麼字幕吧 哈哈 剛剛我都喜歡上次的黑氣面的段子 那也沒有什麼字幕啊 對啊 沒有字幕啊 我不相信看看三耶 沒有 我喜歡就這種段子 看看三喜歡的段子是全部都觀眾不喜歡的 喔 真的啊 對啊 差這麼多 真的 喝酒跟我抱怨超多的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想知道他喜歡哪幾個 那個醫生的 Michael Jackson的 對啊 啊 我只有聽到那個剛剛上的笑聲而已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是不是笑得很尷尬 不是耶 那個 那個只有他可以做啊 對啦 很多 很多裝傻真的只有三不少可以做而已 看不懂吧 但是 我也看不懂啊 可是這個是一種很好笑的 桌球那個呢 桌球也是有時候很冷講啊 我超喜歡桌球那個段子耶 講很多人啊 很奇怪 這麼久我不喜歡耶 喔真的嗎 我很累耶 喔對你很累啦 你要一直講話 但是很好笑耶 那真的必須要說 曼財少爺 我很早就是 很早有想過這句話 就是曼財少爺 因為他們在台灣做中文的曼財 所以跟他們以前的曼財其實是差非常多的 是沒錯 然後他們因為這個限制而創作出了 對我來說 只有他們可以做到的曼財 沒有錯 真的是這個樣子 那中文不好而已 但好不好笑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最重要吧 最重要耶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 要符合他們目前對於中文的 掌握的能力 但是 就是我覺得因為 我們沒有這種限制 但是你們有這種限制 所以才能創作出那樣的段子 我們真的弄不出來這種段子 真的 真的 我只會變很奇怪而已 山沐是本來就很奇怪啦 對 真的很 山沐也奇怪而已吧 真的沒有 他們山沐奇怪的很好笑啊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講一句認真的 就是我覺得曼財少爺到台灣來之後 因為 我們很早就認識了嘛 然後看你們一開始來台灣的曼財 嗯 其實到後來你們發展出這種 另一種你們以前不會在日本做的曼財的時候 我覺得是進化的感覺 哦 就是新卡 就是有點像是日本不是有說 第幾世代 第幾世代的感覺嗎 你們是感覺從上個世代的搞笑藝人 然後順利的轉化成為下一代的搞笑藝人 有一點點 沒有 跟我說退化啦 因為 智商來說是退化很不錯 因為 表演是進化的 可能是有一些 因為你們不會只做那樣的段子 你們還是有比較大的段子嘛 對對對 那個可能就稍微比較是 我們說比較傳統一點的 對 但是其他的這種段子 就對我來說是跟阿達說的一樣 嗯 對我來說是台灣目前也沒有的啊 嗯 我覺得是下一個世代的搞笑感覺 但是你們明明是前輩 但是你們卻自己開發出一個下一個世代的搞笑這件事 我覺得非常厲害 因為你們 我就說嘛 他們有這個中文的限制啊 嗯 但是反而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進化了 是進化嗎 中文不好而已吧 你們他比較不好 哈哈哈哈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但是歐大長的中文算很好了 對對對 其實是這樣 我們今天來其實不只是要聊 嗯 這個漫才少爺的 是因為漫才少爺他們背景 他們來自於日本 嗯 然後又在日本其實就已經 從小到大接觸了日本的漫才的文化 因為我們做的就是 嗯 日本的漫才嘛 嗯 他們經歷過這麼多日本的文化 然後再加上他們在日本也做過漫才 嗯 然後一直在這個產業裡面洗禮 那來到台灣 所以我還蠻想要 因為本來這一集是要聊啊 關於日本漫才的環境是什麼樣子 嗯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說 嗯 我們應該要找最了解這個環境的人來聊 那就是你們 嗯 對 在台灣最了解的可能是真的 當然 當然 我們私下交流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就今天有幾件事情想要跟他們聊一聊 嗯 錄一下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有人不知道漫才少爺吧 如果有人不知道 但我覺得不太可能啊 我們的觀眾 對 漫才少爺其實是日本最大的藝能事務所基本行業 嗯 來到台灣的 駐台灣的搞笑藝人 所以他們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在十幾年前 就已經開始做漫才師了 對 然後是成為職業漫才師之後才來到台灣的 所以他們在日本其實已經是 呃 職業搞笑藝人的身份了 嗯 所以等於說他們在日本當過職業搞笑藝人 在台灣現在也是職業搞笑藝人嘛 對 所以這兩個產業裡面都有待過 嗯 所以我們想問說就是 呃 當然除了你們的產業 呃 從小到大背景有接觸漫才之外 你們有真的踏入這個業界嗎 那正在踏入這個業界的時候 其實可能蠻多人好奇說 要 一般人要怎麼進入這個 漫才的產業呢 哦 嗯 因為一般人來說的話 我可能平常看電視嘛 嗯 我頂多覺得好笑 呃 寫段子 嗯 那像在台灣的話 現在有openmine這種東西嘛 但是在日本是 聽說是有學校 嗯 還是說不一定透過這邊 對對 也有可能是別的地方 幾乎都透過那個學校 欸 NSC以外有很多高校一點的學校 哦 還是有其他的嗎 應該七成八成的人透過這個學校吧 哦 七八成透過學校 但是不一定是NSC嗎 對 我的話不是那個像NSC 哦 其他 渡邊 嗯 渡邊 渡邊事務所 呃 那邊的學校畢業的 呃 呃 然後跟NSC不一樣的事情是 NSC的話 畢業之後 呃 大家嗎 對 所有的人 所有人可以進入 呃 基本行業 哦 但是那個渡邊的話 是一個 三次子左右而已 可以進入 渡邊的公司 那其他的那個 另外呢 差不多一百個人左右是那個 沒辦法進入 欸 那他們怎麼辦 福利 福利是沒辦法公司的藝人 哦 這樣的人也有很多 哦 在日本來說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都是節目上面的 嗯 或者是比賽裡面的 嗯 但你的意思是說 除了節目和比賽以外 嗯 很多人可能他只演劇場 或者在劇場裡面演 或者是接 像我們營業怎麼講 呃 就是接商演 嗯 但是他們沒有所屬公司 就自己而已 很多嗎 是是是是 這樣的人也有 嗯 對 已經很多嗯 聽說最近比較少 哦 因為都退休了 欸不是那個 以前真的有很多沒辦法 那個進入公司的 嗯 他們有很多人混起來 哦 然後才有公司找他們 然後很多公司覺得 啊 那現在不好笑的 也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公司吧 哦 種子的感覺 種子的感覺 種子嗎 說實在就是那種 會冷凍一人的經濟公司而已啊 沒有他可能在他不紅的時候 對一二到底啊 嗯 然後如果他後來還是沒有紅了 進來以後 有有 因為經濟都沒辦法紅啊 對啊 對啊對啊 就是啊 冷凍是 那冷凍意思不太一樣 冷凍是他 紅了 但是我覺得他跟我們方針 我有策略上的東西 所以我先讓他不接工作 他那種是進來的時候 本來就沒有紅 然後想辦法用前輩帶他們讓他紅 放生啦 對還是紅不起來的話 那沒有辦法吧 我都已經 都已經用事務所在帶你 他們很多沒有的 那你是說大部分像NSC的 他們就全部都進去基本心業了 是是是 對 其實上次我們去NSC 看一般也有 有快一百個人嗎 一百多個人 一百多個人嗎 這樣猜一猜 也是有個四五十組欸 一次一次課程啊 嗯 對 而且那個好像是部分學生嘛 因為我看到線上還有很多學生 對啊 對 一景之物會變這樣 對 所以我們那天教室上看到 好像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還二分之一的學生而已 所以你們每一期NSC招的學生 其實是可能到兩百左右 因為現在的NSC的學生 大阪東京總共有一千多個人 哇 大阪加東京 一年 一年 一年就有一千多個人 一年都有一千多個人 光基本心業的學校就是這樣子 對 下一條欸 這已經變多很多欸 那那個時候MIX場你們班上 有幾個 那一期 杜邊嗎 對杜邊 一百個人 也是很多啊 一年一百個人 一百也很多 不是我們的話 半年啦 半年一百個人這樣 喔 所以一年有兩期就對了 是 就等於說有兩百個人這樣子 那 如果說 還有五六間這樣的事務所 或是教室在開這個課程的話 每年大概就有兩三千 你很喜歡算數對不對 我就說 我推庫一下日本的 我想說你算很詳細 五六 一萬人有沒有 推庫一下日本的產業狀況 大概一年會生產出多少搞效應 好不好 其實通常是你算的 算是比較慢的 我想說你算的又很詳細的時候 我有點擔心會算多久 這樣子 讓觀眾清楚一下 那一年大概會生產出 日本大概都有多少搞效應的人 進入這個市場裡面競爭 那你最後 剛剛算完 只不過五六間了 五六十個人吧一年 太少了吧 完全錯了 完全錯了 但是我自己這樣 出不下來三四千人跑不掉 三四千人差不多 而且是每年這個樣子 這個是蠻誇張的 其實每年進入的人 有三千多個人 可是一年後還留著的人 應該沒有五百 哦 你是說一年 畢業一年後 畢業幾千 哦 哦 NSC我們學校 也是有一千兩百個人 但NSC畢業的人 應該差不多六百個人 左右 哦 哇 那為什麼 我想問為什麼 為什麼離開人那麼多 大家放棄 哦 太嚴肅了吧 對啊 對啊 跟自己想像中的路一樣吧 哦 看電視節目的時候覺得 我比較有趣 哦 看節目才很簡單 嗯 真的自己做的時候很難耶 好 因為其實去了大部分都是素人嘛 對 所以他們其實也沒有接觸過表演 或什麼的 所以那個時候才真的 面對到說表演是什麼樣的東西 對 跟想像不一樣 我請問一下 因為你們兩個 一個是瓦達拉伯 嗯 一個是那個 什麼 你們各自在學校裡面的時候 嗯 覺得自己是很有趣的那一個嗎 嗯 我沒有這樣感覺 因為 一開始的時候呢 因為我 高中的時候也是不太適合那個 搞笑 當搞笑藝人 為什麼我開始這個工作 因為那個我的同學想要做這個工作 欸 對 你跟那個同學那個時候是組成空比進瓦達拉伯的嗎 本來想要跟他一起進去 但是他什麼進去直接放棄了 欸 之前就放棄了 是是是是是 我不太喜歡 而且他是轉小 我是吐槽 啊 我這個這個不行吧 對真的耶 誰說的 他 你年輕的時候比較正常嗎 沒有 沒有耶 喔喔喔喔 那是兩個裝傻吧 對對對 我很有自信 我每天練習了 吐槽了 喔喔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對對對 應該是我的親戚也是跟你一樣的方應 真的 我們真不適合 為什麼你當吐槽了 可是我相信我會吐槽 所以每天多練習 吐槽練習 這樣動作出來就不會 對 用這樣練習吐槽人 平方球 白痴啊 所以後來還有這個段子 是是是是 因為練習吐槽練出來了 對 所以他放這之後 我一個人上 那個公司的學校 還願意進去 他們願意收一個人的 對 喔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拼了一個人表演 喔 喔 Stand up 對 博恩啊 Stand up 哈哈哈 Stand up 不是Stand up 我喜歡那個神父的服裝 神父的 智姐 一人空抖 一個人空抖的 Stand up 不是Stand up 你只是人Stand up而已 你真的有穿神父的服裝嗎 是是是是 你去哪裡找的 在Don Quijote Cosplay用的 Cosplay用的 我以為是認真的 我以為是想說真的去偷了 真的 哇 可是沒想到我那個 我學校裡面 學校裡面的第一次的比賽 我得到第二名 真假的 欸 那我們勢必要看一下當時的作品嗎 可以嗎 你記得一句話或是什麼嗎 Hello 等一下 等一下 笑點在哪裡 對啊 觀眾分享 你們的張英文 這個部分是最大的笑點 我們一般同學有多爛啊 真的真的真的 怎麼你是第二名啊 只有一個 都可能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真的我是能達到第二名啊 一百個人 一百個人 所以學校裡面的老師也是笑到我了 他是那個 外國人 對對外國人 我覺得那個日本人講英文啊 一點有趣 很餓 所有的會講 Hello 你是在江湖時代上選嗎 為什麼講英文那麼稀有啊 很正常吧 但我有點很好奇的事情就是 在進去學校之前 因為大部分大家都是素人嘛 在進去的時候會決定說 譬如說我要當聘就是一個人表演的 我是曼財 或者是我們是空斗 就進學校就會 報名的時候就會說嗎 還是我是進學校之後 譬如說我是一個人進去 但是我想要做曼財 去那邊才找搭檔的 就找搭檔這件事 對所以自我介紹的時候 那個跟大家說一下 我想要找搭檔 我是什麼什麼我想要做那個曼財 然後我喜歡的高校團體是誰 大概是這樣 的確有一個一百多個人的一堂課 比較容易啦 對 在一個進學校之間 有自己比較喜歡的段子 喜歡曼財嗎 誰的段子 誰的段子 對 用這個來有點像馬青 就是配對的感覺 有很多同學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我很喜歡曼財 會很喜歡曼財 那試試看 好好喔 以前我們沒得選 對 我們還要跟別人解釋 什麼叫曼財之後 對吧 還有辦法問你們要做曼財 所以這個台灣的曼財是好厲害 你知道我們以前就很像是在 很遠的小村莊 村落 只剩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了 對耶 就只能這樣子了 對 有一點這個感覺吧 真的好厲害 因為 我聽起來 不太想要面對這個大世界 我們期待我們的時候 像學校的最大的意義是這個 找那個搭檔 我覺得的確是 真的喔 我以為很多 就是很厲害 曼財是 一開始從小到大 我們就 比如說我們是小學同學 Tutorial啊 Touchable啊 高中 很少人吧 很少人吧 現在很少了 應該是大半比較多 因為從小時候那個 比較習慣看 搞笑藝人的節目 所以大半的人的話 那個從小時候 已經那個開始跟那個 同學一起也曼財 可是那個東京人 廣東人的話 那個大學畢業之後 想要自己那個 想要做這個 這個曼財這個工作 那比較的 而且可能大半在大半說 我想當搞笑藝人還好 我那個二十年前的話 我說我想當高校藝人 好奇怪 好奇怪 在橫濱這地方 是開心那種嗎 對 也有開心那種啊 而且我講很奇怪的事 喔是喔 對 現在還好 因為現在沒問題的 喔 二十年前的時候 二十年前的話 其實關東的人說要講曼財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跟關係應該不一樣 嗯 所以那個你是進到 東京的基本的學校嗎 對 那那個時候進去大部分的人 是已經有搭檔 還是大部分其實都是一個人 進去找搭檔 大部分是一個人進去 嗯 所以那種已經兩個人 就像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什麼 我是小學同學 但是我們可能想要一起去 當成搞笑藝人 然後我們一起去報名 這種人非常少 非常少 喔 如果有的話應該更奇怪了吧 東京人 嗯 蠻特別羨慕的感覺 喔 因為你們很少這樣 遇到這樣 嗯 但譬如說我是一個 我們報名的時候 就是一個組合進去的話 嗯 那老師還是會 讓你們繼續搭檔嗎 還是說老師 會說你們試看別的搭檔 沒有那個 然後是 你們兩個人就可以 喔 老師沒有跟我們說那個 啊你 你跟那個誰一起搭檔 喔不會 不會 完全不會 所以給我們找答案的機會而已 喔 喔 那我還蠻好奇一件事就是 因為在落語 落語的概念裡面是有些少 嗯 很多前輩 嗯 在漫才呢 日本的漫才 你們會有這種 我跟哪個老師學嗎 沒有 我們沒有 沒辦法選吧 應該沒有有老師的想法吧 跟落語的感覺不一樣 不一樣 有前輩媳婦 嗯 但沒有老師 啊 那NSC裡面教你們的 你們會說他是老師嗎 嗯 那時候我們叫什麼什麼先生 嗯 嗯 但是不是西秀 對 他說你說的老師是西秀的意思 他說老師是 就是先生 就是學校老師 對對對 但不是師將 嗯 跟這個學校的老師有點不一樣 所以比較多在漫才 日本的漫才圈 比較多是那種 跟哪 有一個前輩很照顧你們 類似這種感覺比較多嗎 比較多 哦 就是某個前輩很照顧這個組別什麼的 對 像是那個原宿場 啊 是 是 哇但某杜莉場是 算是 構成作家嗎 對對對 現在是 以前是 一樣 搞笑藝人 現在是製作人嘛 也是 作家 對 還是我們前輩跟後輩的關係差不多一樣 哦 關係上嗎 嗯 嗯 那 有一些還是有 還是 現在還有人在拜師嗎 因為我知道以前有 就譬如說 拜師 對 曼材在拜師 現在也有 現在還是有 是 呃 因為那個我們的 NSC也是那個 Downdown上開始的 Downdown上是第一期 那那個 他們的前輩的話 都是師父的位置 所以嗯 他們也是 現在也是那個 什麼 呃 邀請那個什麼 徒弟嘛 如果那個 跟他們說那個 我想要 呃 當你的徒弟的話 嗯 他們也是 看這個人 可以接受 應該懂嗎 現在還是有搞笑藝人在收地址了嘛 是是是 就真的是 很老的吧 對 很地位的吧 應該很少的 嗯 因為很多人覺得 找師父很麻煩 直接上學校比較簡單 哦 對啦 對啦 的確是這樣子沒有錯啦 概念上是這個樣子 以前的師父 是真的有徒弟 嗯 那現在的師父 應該大家都沒有徒弟 哦 地位很高 哦 所以很多人叫師修 嗯 那個三馬上 也是很多人說師修啊 對 但他不會收地址嘛 哦 那 哦 那我可不可以跳一個比較 就是你們剛剛說 學校畢業之後嘛 嗯 通常就是在呃那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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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太可怕逃走的 就是留下來的人 嗯 通常學校畢業之後 嗯 會是先幹嘛 就是要 就像我們剛從學校畢業以後 嗯 我們再進入這個業界 這一段時間 是什麼 嗯 因為大部分是什麼 基本行業的話 有定期的公演 哦 每個月兩次的 嗯 你說FiveUp那種感覺嗎 是沒錯 FiveUp是比較厲害的 哦 哦 但是這個 嗯 但是這個 Pyramid 金字塔 有金字塔 有很多層 嗯 五六層 表演的地點是嗎 對對對 ABCD 一讓的程度 嗯 從最底的部分開始 慢慢 哦 這誰誰決定慢慢可以去那邊 看畢業公演的時候 嗯 嗯 老師們確定 哦 決定你在哪一層 對 哦 所以你在畢業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已經分了 你是金字塔裡面的哪一層 這樣感覺 沒有 他這不是地位的問題 是只是表演 你可以去哪裡表演的部分吧 嗯 但九層的人是最低的部分開始啊 哦 啊什麼的 九層 九層的人是從最低最低的開始 可以讓我知道最低是 也許觀眾不知道 但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的劇場 或者是他的表演空間叫什麼嗎 我現在的話 或是你以前去的 是一個有西亞大地 很小的劇場 大概是 小小的 呃 觀眾 100個觀眾可以進去 comedy plus 哈哈 100還不錯啊 對 日本不是超多那種更小的 什麼20個30個 嗯 所以基本還是好厲害 哦 他們最小就是那樣了 那個是基本的 應該場幕的話有別的 更少的地方 哦有吧 TWL這種的地方 TWL TWL 嗯 但是這個跟那個 因為我跟太田不一樣的 因為我是那個 呃 瓦丹辈辈公司 畢業經過 呃 沒有進入瓦丹辈辈的公司 所以我是 FREE 嗯 FREE的人的話 自己找 呃 劇場 哇 所以20個觀眾可以進去的 很少的劇場 也是有很多自己付錢 啊 自己上台 大概是這樣的 自己賣票 你是說 就像二三之前嗎 嗯 就是他們SAMR要上去了 還要先付錢 這個 是是是是 差不多這樣的 你要付錢 然後上台 付錢的意思是先買票 然後那個 報名 對報名之後 大概五張票是那個賣 五張票的話 呃 這個是那個沒有新學 賣六張票的話 可以拿到新學 這樣的 懂 懂 哇那麼小喔 那就是最早的台灣的Comedy Club 最早的台灣的Comedy Club 大概三十四十人這樣子 嗯 差不多 舒服做的話 你在那邊多久 欸 兩三年多 你住在哪裡 呃 住在東京的 呃 地方 哇 啊 對兩三年多 但是那個 這個 就像也是可以自己選 二十個觀眾的場地 就像也有 然後五十 然後一百 有 就像是你可以自己選 然後如果 呃 什麼 在那邊上台的話 先有audition 還有audition 是是是是 嗯 audition之後 如果什麼通過的話 在那個活動可以 上台表演 所以其實 每一個那樣的演出 都是場地主辦嘛 就比如說我這個場地有一個製作人 然後我會做一些演出 然後這些演出我需要 呃 可能要五組曼才藝人 所以我就來做audition 是這樣的嗎 這樣的表演也有 嗯 嗯 或是你是自己去呃 去報名 然後說我要我要有點像租場地 或者是呃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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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這個時段 這個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也可以自己主辦活動 嗯 而且別人主辦的活動 自己加入也可以 嗯 就跟台灣一樣 我覺得沒有差那麼多 嗯 主要是那段期間啦 就是 因為你說你自己兩三年 嗯 在自己找演出的意思嗎 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嗯 那個基本是有定期固定的表演 嗯 可是 反而其他的表演不可以參加 哦 像那種你不可以來 對 所以你也有澄清在地 那底層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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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字塔最底層 金字塔最底層 最底層開始 而且我們也要買票 嗯 嗯 對先要買票 哦 這個日本搞下一任的文化吧 多少錢啊 嗯 日幣 最底的話 一張票是五百塊日幣 要買三四張 嗯 才能夠上台 蛤 三四張誰看 你分給你朋友看 對 但他本來是要你把它賣出去 其實那個 嗯 真的我剛開始當高校一年的時候 很多人喜歡看高校漫才表演 嗯 所以幾乎都不需要給朋友 嗯 而且重點是 哦 你自己賣得掉 每個活動是比賽 嗯 那個什麼一分鐘的表演的時間 然後三十個子和參加第一名的人 才可以什麼上 呃 上面的那個 金字塔的上面 嗯 第一名的人 是 才能再上去 是 所以然後 世界杯喔 觀眾投票 所以什麼有很多的朋友的話 那個什麼 邀請二十個觀眾的話 拿到那個二十個票 嗯 然後 投給他之後 他就可以往上 是是是是是是 然後上面也是一樣 又是比賽 是 全部都是比賽 每次都比賽 所以這個部分是那個 第一次來到 第一次參加你們的活動的時候 日本跟台灣的最大的差別 對 因為對我們來說 每次的活動是全部都比賽 所以 呃 除了我們以外的藝人 是全部都第一人 哈哈 所以如果大家那個什麼 表演很好的話 我們每次都那個什麼 下台看著這樣的表情 看著 哇 一定要人講吧 除了我們以外的表演者 都是人講比較好 可是你們的話 什麼其他人的表現很好的話 開開心去那個拍手 沒有沒有 我還好 為什麼 不要吧 就算比賽你也不是沒有去比的人嗎 對 我們的敵人不是你啊 不是大家 我們的敵人是我們彼此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就是一直在做鐵龍戰的兩個 對 爸你比我好笑是不是 幹我要更好笑 我們到舞台上面那個龍這樣 ㄎㄧㄤ這樣下來 就看我們在打架而已 是 哇但是這個 欸其實我真的沒有聽過你們講這個部分 對對對 這個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真的這種 要用 就從一層一層爬 而且還是要比賽 還是要第一名 對 聽修 而且一開始的時候 會議室這樣的活動也有 會議室 對會議室的意思是那個 給作家看 喔 給作家看 然後作家覺得不好笑的話 沒辦法 什麼上 另外一種audition 對對另外一種audition 會議室通過之後 可以參加一分鐘的比賽 慢才也是 是 如果會議室的 這個是沒有通過的話 一個月 連一次也沒有活動 沒辦法上台表演 整整一個月 對 所以國黨高校議室第一年的時候 最底是那個金字塔的最底層 但後來高校議室變多 加了一個會議室 再更下面 再更下面 所以你們那個時候是不用audition 我想要參加我買票 我可以參加 就是最底層還可以演出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是這樣 只是要比賽完第一名以後 才能再上去 對 那現在是會議室 對 過了之後你才能買票進去比賽這樣 我靠 然後更糟糕的是 正是那個現在的open mic 一樣的 七二點 什麼什麼幾月之後的 十二點開始報名 然後大家也是 趕快報名 如果辦不到的話 沒辦法 參加會議室 然後一個月連一次也沒辦法上台 今天沒辦法報名了 為什麼是一個月為單位 就是為什麼 沒報到一個月就沒上台 因為這個是一個月的比賽 它會連續比一個月 不是連續比一個月吧 是指說 那個月有一次比賽吧 其實這個很麻煩 因為最底層的高校議員 有兩三百多個 所以應該每個禮拜二是有比賽 但是都是那個月的比賽 對 沒錯 所以例如那個 一個月有八次這個比賽 比賽的演出這樣 然後那個當地一名的八個人 可以上 上面 八個 八組 對八組可以上 上面 所以他們一次就是報一個月要比賽的人 就對了 對 所以兩三百個人 才排比的完就對了 對 那一直在最底下那一層一直沒有贏 有繼續做的很久的人嗎 你認識的 你們也是 十五年 三年左右嗎 我也忘記了 因為我想要忘記那麼多年 對不起 我們一定是差不多一年 是啊 你們一起的時候 一起的時候一年是最底 對 真的 而且同一個比賽裡面有我們感情很好的前輩 一起比賽的話很難過 如果我們達到第一名是對前輩有點不好意思 欸 有這種心理戰的部分 那 但是你們有真的這樣對前輩過嗎 發生這種事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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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觀眾投票嘛 誰都不知道 嗯 對 因為我們跟摩托基山也一起比賽過 哈哈 你們跟中村元素先生一起比賽過 不是這底的 不是這底 是下面一點的 哇 那我想知道 他總共金字塔有幾層左右 欸 五層左右吧 那你們最多比到哪一層 欸 M1的 三 欸有M1他們好像 他過M1的預賽是不是 對 就一次而已啊 喔 但是你到大概第三層 五層其中我們是三層左右吧 這 那三層的劇場大概是什麼 最後在日本去過最第三層的劇場 演出空間 我們的時候是無限大 喔 第三層是無限大 大家可能有一些比較 那最大的無限大 對 因為現在的話 這底的人也是有那個小小的無限大 喔 無限大的另外一個小空間 都叫無限大 對 可是我們來台灣之前 最後要去那個大公 大公 大公 齊玉 齊玉 對 可是 重要的是 重點是 觀眾投票 所以那個Pyramid的第一名 不一定紅起來的 懂嗎 因為是現場觀眾那一場喜歡嘛 是 沒錯 那觀眾大部分是高中的女生 好像那個直偶像的 難怪啊 難怪啊 帥哥 帥哥 所以我們是那個小媽沒辦法 什麼意思 第一名 因為不夠帥嗎 不是啦 我棄有我一個人而已的話 還算OK 什麼意思 太逼你多了 還好 還好 那你 有點危險的是這個觀眾投票 是 因為我們還好 可是有一次那個M1的第二名的人 前一天有一個比賽 他們是15個人 其中的14位 那一場演出15的14 對 但這個是五檢其中的第四場的表演 蛤 沒有那麼高其實 超級低的 那個人是Stream Club 對 喔 是一個真的進了M1的決賽 而且大家印象很深的 對 真的 組合 比賽的時候也是爆笑 可是那個觀眾是高中女生 蛤 這樣 欸 這個跟粉絲養成 那時候剛好Stream Club 很微妙的關係 因為我們是一樣第四場的表演 幾乎都我們贏了 那個 排名而已的話 所以M1是不管你只要報名就可以嗎 他等於是一個跳M1是跳級的嗎 就是你吃最底層的你也可以報名嗎 M1跟這個地位完全沒有關係 對 所以大家都會想要賭一把嗎 對 他們當第二名之後應該 下下禮拜左右的表演的時候 他們是第三名而已 沒辦法當第一名 所以這是YOSHIMOTO的系統吧 是 這個System 但應該現在很多高校公司 差不多一樣系統吧 你知道的有別的YOSHIMOTO以外也是這樣嗎 欸 渡达也是差不多一樣的 可是System Club上爆紅之後 我們的投票的方式也改變了 因為 什麼觀眾那個投票的方式的話 發生這樣的事件 所以 什麼現在的話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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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是那個 評審老師的位置 也有加了評審 有很多 因為一般是觀眾的投票 一般是作家的 是是是 理解 那那個 那種劇場的比賽 到最高層次會有第一名嗎 然後那個第一名他們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 還是就是 我們有第一名這個 YOSHIMOTO社長的擁抱 不需要 最不需要就那個 得到第一名的話 可以像入民 最大的花月了 因為第一名的話 越上面 越可以認識很多前輩 所以不是說實質上我會拿到什麼獎賞 而是我可以藉由這比賽認識很多前輩 跟有前輩的關係 我可以去到很多節目 或者去到劇場 更多的工作 對 可以上節目的機會比較多 但 因為你說M1 我們看了M1大賽 和這個System 不太一樣 那 是不是也有那種 其實一直就是 我就是衝M1 然後就一直進準決賽 然後慢慢的比較被看到的 就是他不是走System 一直走到最上面被看到 他是在M1的這個機制裡面被看到的 也有這樣的組別吧 有 其實現在的話 這個人比較多 多嘛 因為比較快嘛 還有現在的話 有很多的方式 M1比賽的 還有電視節目的 audition的節目 電視的audition 對 還有現在的話 SNS 例如那個 Instagram 啊 動音啊 自己補充 然後那個 爆紅之後 可以上電視 電視 電視節目的渠道 而且他們那邊 因為日本電視台 它還是很 很有影響力 對 所以那個 不會是一個 大家不想要去的地方 我想問一下說 當然劇場是 日本搞笑的人很根本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日本大概劇場走到哪一個程度之後 你們下一個階段就是進電視嗎 是嗎 就現在還是嗎 現在比較少人想這樣吧 以前才會比較是劇場劇場 我希望可以上電視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劇場劇場 繼續劇場 繼續劇場 對 才賺得到錢 反而是這樣才賺到錢 現在很多人的夢想不是上電視節目 永遠做端子 尤其是年輕人的想法是 呃 什麼不一定 呃 現在的電視節目的內容 呃 跟那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是一樣的 帥 呃 所以 呃 自己想要做那個 在劇場表演的話 呃 例如那個什麼 在YouTube上補出自己的影片的話 也是很多 對 是這樣的 呃 藝人也有 嗯 現在這都可以賺到錢的方式是線上活動 線上活動 其實我們辦那個自己的專場 線上自己辦專場 對 我們有線上的專場活動 嗯 然後那時候有賣線上的票 呃 就是自己賣票啦 可以在自己家裡面看 對 的感覺 呃 隨便一個基礎就是 拿到後手 對 就是同時播放嘛 對 大家看得好累了 嗯 現場有五百個觀眾吧 嗯 但是線上 有一萬個觀眾 啊 票三百的話可以賺很多錢 啊 很 你什麼時候就是這樣 大概五年左右 十年 疫情後吧 啊 也不是以前就有的 是是是是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搞交易人 其實是以這種為目標 就是我辦專場 然後我賣線上票 然後建立我的粉絲的感覺 靠自己的段子可以賺錢 嗯 嗯 理想電視節目可以賺到很多錢 哦 哦 所以日本的電視節目 其實慢慢也不是所有搞交易人的目標 就覺得不是說 嗯 因為以前我聽到都是 更多元的渠道 金字塔頂端 就是電視上那些人 嗯 所以現在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對 有些反而是SNS上面的 就是網路上面社群上面很紅的人 才是他們的目標就對了 嗯 哦 那我回頭問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我一直跳過一個東西 嗯 就是 可能我們私底下知道 但觀眾其實不太知道說 因為你們本來是不同事務所嘛 嗯 那你剛 歐大三剛剛說 你們有一起比那個金字塔 嗯 所以你們是 一起 決定合作以後 然後 就馬上去比那個金字塔了嗎 就是 Miki-san 一跟你合作之後 嗯 然後你們就去比賽了 有比賽 對對對 我們組合之後 從最底的那個哪裡開始 哦 所以 那你們在組合之前各自有去比這個嗎 我有我基本心意啊 本來就是比你基本心 你本來就有在比這個 然後他一個人在找劇場演 是是是 哦 之前是沒有辦法進到那個比賽 他沒有啊 他不是遊戲Moto System 對 哦 所以 是因為你們是新組合所以要從最底層開始 不是 那個 那個 假日基本心也搞笑意了 嗯 然後大家都要參加這個金字塔的表演 嗯 嗯 欸那 在課堂上如果已經被老師說 你 第一次就去 那個無限大 也是有這樣的組別 那個是他的同期的Oriental Radio上 哦 東方收音機 聽說為了他做這個劇場 懂嗎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為了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爆紅了 哦 學生時代已經爆紅了 學生時代怎麼爆紅啊 學生時代在NSC要怎麼爆紅 他們好厲害的是 學生的時候已經那個進入M1的準決賽 哦 然後 然後 那個時候在日本很有名的電視節目 嗯 忘記了 那個什麼 哦 電視節目了 Enterno Kami-sama Enterno Kami-sama 絕對 Enterno Kami-sama 他們上那個節目之後爆紅了 嗯 所以大家都知道那個什麼Oriental Radio上的事情 嗯 因為那個M1是 M1的準決賽是11月左右吧 嗯 所以 基本心也所有的人 就已經知道 他們畢業之後馬上會爆紅 哦 嗯 所以他們準備了很多東西 哦 我現在本來不是在澀谷 嗯 那個台場附近的 嗯 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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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明天的名 真的為了他們做這個 一個場地 因為那個他們以後要當主持 嗯 可是他們的經驗不夠 嗯 訓練他們的地方 對 特別為他們 每天開直播 主持人是他們啊 像很多前輩上這個節目 哇 就為了訓練他們的主持 對 好哦 這是公司的決定 而且那個觀眾是免費可以看這個活動 欸 同期你那時候不在裡面嗎 他在裡面 是是是 同一個班級的 嗯 這聽起來超像什麼社長的兒子的待遇的感覺 對啊 這種真的 對真的耶 真的爆紅了 對 因為知道他會爆紅 對 所以要趕快訓練他 還沒有訓練起來的能力 嗯 然後開了一個劇場給他 嗯 絕對社長的兒子 恩萬都得名了 對 應該是很屌喔 已經確定那個電視節目 他們的節目 嗯 已經確定好 但是他們的經驗不夠好 所以那個 啊 馬上那個社長也是覺得那個 馬上要做這樣的場地 嗯 你們有跟他們 同樣的比賽過嗎 一起 但是我沒有耶 哦 沒有 但是如果一起比賽的話 在看他們表演的時候 也會希望他們不好笑吧 但他們真的 學生的時候 嗯 十月的時候 他們已經演那個 不優點不優點 這麼早就已經經典段 所以根本還沒有去比那個比賽 就已經爆紅了 所以要完全跳過這件事情就對了 哇 哇 同學裡面有這種傳說人物 真的是 但很少個人會這樣 嗯 嗯 的確就聽你說過他們是這樣子而已 他們比較特別 真的 真的沒有 還在學校就已經這樣了 嗯 好 所以M1其實真的是 那時候出現的是一個破格的比賽 嗯 對你們這種 呃我們要從最底層開始打而言的話 他就是一個 一要成 一要龍門的機會 是啊到現在還是 對到現在還是 啊 要要再去比M1嗎 現在可以 現在還可以耶 可以啊 十五年不是吧 他們現在十幾年 十三年 可以耶 沒辦法耶 現在沒辦法講六人漫才 你講中文的啊 誰聽得懂啊 樹林會紅耶 在日本講的話 哇 我們四個人一起報名吧 欸 四人漫才嗎 四個人的 那我們講中文你們翻譯 是是是是 交給你喔 哈哈哈哈 那你就會有一段今天沒有人笑嗎 哈哈 那你在幹嘛 聽起來很好笑耶 哈哈 我一直防抑他 你們三個人講的內容耶 結果他做事這個段子的時候 我們三個人都沒有試做 哈哈 就是他一個人在打桌球而已 哇 那 所以那個時候 然後後來來到台灣 嗯 台灣 那 還蠻想要稍微問一下 你們來到台灣 嗯 第一場 演出 第一場演出還記得嗎 還記得當然記得 在哪裡 第一場 第一場 第一次上台灣的舞台 那ATT for fun吧 啊 ATT for fun 對 有六百個觀眾 欸 是日本方面般的活動 對對對 什麼樣的一個演出 應該主題是日本的Kawaii 偶像的 模特兒偶像的活動 哦 忘了知道那個活動耶 有走秀的那個嗎 是 有有有 就是 反正就是類似 有點像是那種可愛型的模特兒 的走秀的活動 對 就是那種可愛時尚的東西 是 所以那時候你們也要走嗎 對 一邊走一邊講 沒有 誰想到我們的走秀 啊 不可以就是這樣了 中文的 對 來台灣兩個月而已 四月底我們來到台灣 六月中嗎 六月中嗎 六月中我們 在那邊表演蠻仔 然後五月份的時候 觀眾給我們留言 欸蠻仔少爺 在六月份 ATT for fun 表演蠻仔 之類的 我們那時候 才知道 新衣公司先把你們貼過去了 公司先確定 然後宣傳出去了 要朋友告訴我們 啊 又表演這個 啊 真的 你們多久之前還接到公司的通知說你們要表演段子的 那是一個月前吧 那那那那那那你們講了什麼段子 講的段子是一二三木頭人的 中文的 對一二三木頭人 很快又可以找到這個遊戲 也蠻厲害的 日本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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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觀眾沒有反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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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為什麼聽起來的東西就跟自己想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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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 就 就是當你 因為我相信你們在學中文一定有一個一個階段嘛 啊 就是啊我這個時候是完全聽不懂我就是模仿 嗯 到一個程度之後我大概可以聽得懂 嗯 然後我那個時候大概就這種感覺 就是我稍微聽得懂了 但我講出來的東西完全沒有辦法達到我所想像的樣子的時候 好高霧遠啊 那個東西好高霧遠的屁眼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做表演啊 你要有那個標準存在好不好 就是說我好像要傳達這件事情 但是我講的東西就是完全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達到我想要想要傳達的那個地步 眼高手提啊 他不凡 那是這個意思 好高霧遠 哈哈哈哈 你懂不懂照高霧遠的意思啊 你知道 懂這個 聽得懂成語嗎 這個聽得懂什麼意思 要說的就是那個心那個心臟和壓力要很很厲害啊 我覺得那個真的會讓我太緊張了 對如果是我會太緊張 但是後來慢慢的演出越來越多了嘛 欸我們是在這個活動之後才認識嗎 對 我們是在幾月啊 同一年嗎 7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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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看啊 你們是在我們第一次舉辦的活動 所以其實你們才剛來啊 在紅樓 在紅樓的 欸那個華山吧 沒有吧 華山啊 華山啊 第一次 對 因為那時候阿德桑一直知道我們是誰 喔知道知道 其實你們剛來就知道了 喔 所以跟阿德桑開始一起聊天 因為他會講語言 那時候就會講了嗎 會講啊 喔是喔 比我周圍好很多耶 那是當然啦 你才來台灣 沒幾個月而已怎麼看你的中文比我日本好呢 哇那第一場的售票演出呢 是你們的活動吧 我是孝馨嗎 欸 不是 慢財俗嗎 欸 呃 對 你們的課程 你們的課程是售票的演出嗎 欸 有有有 課程裡面有售票演出 所以地化解決辦的 啊 在私劇場 私劇場 私劇場 因為那個時候 我都已經忘記你們那時候是講什麼的 我其實忘記了 剪住哪一家吧 喔是喔 那個段子 不是 不是哆啦A夢嗎 哆啦A夢是那個吧 那個學校的 課程的那個 課程了 畢業的時候剪住哪一家吧 應該是 欸 還淘汰 我是孝馨的時候 是 哇 喔 喔 所以喔我是孝馨大家可能要補充一下 如果 這是很早期達康做了一個很大的製作 嗯 那時候對他們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為 我寫了很多的中文和 很多 他們背道要瘋掉了這樣子 對那時候我很年輕啊 我覺得 哈哈 就是那個好懷念 那時候的我的教材幾乎都那個 幾乎都聽不懂的 日本了 對 中文不好的 那時候還對 對 真的 開一次表演之後才知道 這個段子內容是這樣 欸 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就是 一開始我們都覺得 Micky上的中文比較好嘛 好像那時候排到一半的時候就發覺 好像太田的中文比較好欸怎麼辦 有 所以那個我的教本本來比較多 可是那個 越窄版越小 哈哈哈哈 我的代字是呢 我不讀我 Micky上那個代字是呢 不需要再先講講嘛 錄影就好啦 結果是先錄影了吧 對 那是因為我那樣設計啦 你被抓住嘛 什麼的嘛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不太知道 他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演了什麼 知道啊 我說不是 知道嗎 知道知道 一個假的比賽這樣子 對對對 你不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 哈哈哈哈 剛剛Micky上呈現一個 是 自己的段子的話 都理解什麼樣的內容 其他的部分是真的 在現場看內容才知道 大概知道 是這樣的段子喔 但是那個演出的確比較複雜一點點 對 還有劇情在裡面 那自己的 完全漫才少爺的自己的公演 第一場售票的 單獨公演嘛 單獨公演的話 在卡米地舉辦的 還一間卡米地啊 對 那個小小的那個巴德路 嗯 那個卡米地貝斯 在終於巴德大佬對面那邊 就松岩之後嗎 對對對松岩之後 下一間 是 來到台灣三年 兩年後嗎 哇 應該兩年左右吧 哦 兩年左右做單獨公演 嗯 然後之後 欸就之後沒多久就open mind了嗎 沒有啦 沒有啊 做了好多年了 open mind了三年而已 他講的是前 2017年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 哦 那時候觀眾很少耶 多少 第一次感覺怎麼樣 一場有三次的話 很開心 欸不是啊 第一次呢 賣完了 是五十個觀眾吧 第一 所以我們 中共就把兩場 全部都賣完了 可是第二次 第三次的單獨演出席 來的觀眾越來越少 哈哈哈哈 這才是誰擔心的吧 是是是是 這才需要擔心啊 是是 第四次的話 就那個二十個左右的觀眾 那時候是什麼感覺 啊 還好耶 因為你在曾經在 是是是是 一個人然後兩三年 對 在自己啊 沒錯 好懷念的感覺 哈哈 不是吧 不會講回去吧 那還是蠻痛苦欸 也沒有講漫才的感覺 啊 語言的關係 只講自己背起來的台詞而已 懂欸 對 所以馬上那個 突然講即興的台詞的話 我們兩個人會忘詞的感覺 欸接下來的台詞是怎麼樣這樣 啊 對忘詞的時候是 因為沒辦法找結果嘛 找結果也是用中文吧 一定要中文 所以 忘詞的時候真的我們沒辦法回來 是 我講台語的時候 也會有這個狀況 啊 即便是台語都會 還是我不會忘詞 全部都背好台詞 可是來台灣三年左右的時候 的參謀 幾乎都忘詞 啊 我好像有看過 每個端子幾乎都忘詞 啊 可是這個也是表演的一種啊 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呢 好你們兩個 我也覺得 真的不是這樣的 不是不是 但是突然的人是那個 已經知道我接下來的 我的台詞 所以那個不自然的 所以我跟他說建議 我那個忘詞的話 你的表現變成自然 你們這兩個寫劇本 要不要尊重一下 你們自己寫劇本 你們忘詞的時候 我們的自然的表情 都是很恐怖很緊張的表情 沒錯 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嗎 觀眾不是要來笑這個好不好 觀眾想看的東西 為了想看那個 太田的那個 很嚴重的表情 所以那個 對吧 對不對 那你是故意忘詞了嗎 沒錯 屁啊 我們想要看你們的表情 先生先生 你沒有看過那個我的腳本啊 我的腳本裡面那個自己寫 這個不忘詞 沒有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你也沒有看過我的腳本 這個不是 給你的腳本是那個 不是真正的腳本 後來 後來有追 我們自己後來有改 只要那個劇本忘過 我們就會加一個忘詞 不要給我臨時 更改編輯那個文件好不好 那是好緊張耶 你們的話 真的是 哇 那怎麼辦啊 確實現在的話可以講 是是是 忘詞嗎 你寫下來是你的台詞啊 可是 看什麼 超級恐怖喔 你們一開始到台灣的時候 是 連中文的talk 都沒有辦法嗎 沒錯 完全無法 Q&A是那個最難過的 因為看不懂 他們謝謝嘛 然後 我們聊的內容也是 連自己也是 聽不懂 還有 最難過的事情是 所以我們認真 兩個人練習漫才 嗯嗯嗯 可是 只有我們兩個人 而已聽得懂的中文 哈哈哈哈 很像喔 彩排的時候 我們的中文是很像 漫才的小王子 一直都順利 對 在星球上面 一組漫才師 對 你們完全無法確定 其他聽中文人 到底聽不聽得懂 是是是 但你們兩個聽得懂彼此 對 五個小時左右 認真練習了 好啦好啦 那我們一起加油 完全聽不懂 只有我兒子聽得懂 然後他也是給我吐槽 可是我的笑點 大家聽不懂 所以他吐槽也聽不懂 很糟糕的情況 創造另一個語言 介於日文和中文中間 真的 因為我在吐槽的台詞很簡單 台灣觀眾聽得懂 因為那個 你在說什麼 嗯 可是觀眾真的覺得 剛剛他們說什麼 哈哈哈哈 的確是 他只會覺得你說得很對而已 有一個段子就是要這樣啊 就是你只要講一句話 但一直講不好 他就一直說你在說什麼 哈哈哈哈 你現在講的段子沒差了 哈哈 就是現在的段子 他一直越來越少 他才只要說 我想要練習繞口令 就好了 聽不懂 他早就一直說聽不懂 那不好意思再一次 然後他一直這樣一直這樣 一個段子結束 但是每一次都更好笑 的確是 的確是 對我們來說 開始open mic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你們那時候也是這麼感覺 是 open mic剛開始 因為單獨演出的話 寫完整的段子之後 我們練習很久 嗯 嗯 雖然是那個 我們真的 中文是那個 比 綠甲生花中的中文 跟標準的多 因為練習很多次 嗯 但是 不自然的 嗯 如果這樣即興的標文的話 我們的那個標文是 突然 什麼 很難聽啊 聽不懂的 中文 嗯 你剛剛那個 我們要聽不懂 那個 鴨子嗎 是 鴨子 但是open mic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練習一下 你的 觀眾呢 聽不懂的話 Sri nunca 老師 聽不懂嗎?聽得懂嗎? 老人家想漫才 是是 比較輕鬆的場合 是是是 最近就安場的時候也不懂問 說實在 聽不懂嗎? 這一點真的是跟日本完全不一樣 是沒錯 日本應該沒有這種場合啦 在漫才裡面 而且你們一去都是比賽的 根本更不可能這樣子了 原來OpenMine 對的確你們後來真的越來越跟觀眾敢玩 因為其實觀眾也蠻喜歡 對觀眾說一些什麼的 剛好忙著 是是是 有跟默契啊 有跟默契啊 你的是是那個閉嘴的意思 沒錯沒錯 為什麼要阻止他 太明顯了吧 多想要講 第一次有這麼想要講中文的山姆啊 我想要講中文啊 什麼搭檔你們 台灣觀眾的話想要互動啊 對啊對啊 所以跟觀眾一直對不對 這樣也是那個日本觀眾的話沒有反應啊 可是那個台灣觀眾的話想要加入 所以那個漫才少爺是那個不僅是我們兩個人而已 跟台灣觀眾所有的台灣人一起做 這個是漫才 我們做的是漫才 所以台灣觀眾就是少爺的意思 我完全聽不到 所以我不想跟他們兩個人聊天 對不對 他們的觀眾是少爺 其實很恐怖的事情是 我都聽得懂 我都聽得懂他的中文 但是我完全完全聽不懂他講什麼 對不對 漫才少爺 不是我們兩個人的團體 我們原的 我們跟所有的觀眾 謝謝謝謝謝謝 到這裡我都還聽得懂 我聽不懂的是 我們是漫才 觀眾是少爺 沒有問題啊 對吧 觀眾為什麼是少爺 當然 然後一路走到現在 對 因為已經過你們在台灣也十年了 對 然後十年以來你也看 一直就一開始我們認識了 然後你看我們 然後做漫才俗 或跟我們一起做大公演 然後到你們開始做自己的專場 然後到開始有open mind 然後到現在 有沒有覺得台灣的這個環境 雖然我們不是日本嘛 我們是台灣 台灣的觀眾也是有自己的口味啦 那你們會覺得台灣這個環境 有沒有你們覺得 漫才這個環境還可以再有什麼會更好 啊 我覺得 就是自己覺得 我覺得 呃 剛來台灣的時候的 我的夢想是目標是 因為對台灣人來說 那個小漫才是日本傳統表演 嗯 這個概念是我想要改變一下 那個對台灣人來說 那個漫才是大眾表演的 嗯 一般人也是大家都知道表演方式 哦 懂 那我們來到十九年 第二只是 呃 我希望漫才 呃 這個台灣的漫才師裡面 呃 當呃 藝人 在台灣的漫才師裡面當藝人 對 這個藝人的意思是 呃 日本的ganin嗎 對 ganin的意思 所以不算是那個上電視節目的台灣的藝人 可是那個藝人是 大家都知道他 不管呃 呃 大家不知道知道他是漫才師 呃 為什麼 台灣大部分講藝人 你的想法是 你的想法是 嗯 他還沒說 需要一個腳牌 哈哈 需要一個腳牌嗎 是是是是 嗯 他希望呃 可能因為 MikSang說要做綜藝節目啊 應該說 希望透過這些呃 我們做的這種節目類型的東西 讓觀眾用別的方式可以認識我們 更容易的認識我們之後 然後再認識我們之後 再知道我們講漫才來喜歡漫才的話 是 可能是一個更 更好接觸大眾人物的感覺 沒錯 現在認識我們幾乎都是看漫才 對對對 可是那個看其他的節目 嗯 他看很有趣 欸 他沒講漫才嗎 那去看看 去看看吧 這樣的 是 所以 我想要做的是就是這個 還有一個方式是那個 台灣也是想要舉辦 M1比賽 哦 他跟我講過 對 所以這個的話 那個什麼 呃 喜歡 台灣 台灣的裡面 喜歡看漫才的人也是越來越多 漫才是這樣的 有很多的風格 然後 我喜歡打肝 面板 或是菜館酸多 嗯 現在也是那個很多的 呃 越來越多的漫才是舉辦自己的單獨演 對 而這個是很 很好的事情 嗯 那比賽的話 呃 更多的人 呃 有興趣 更多的觀眾有興趣 然後有可能高中生或是大學生也是常要演漫才的 嗯 有 Open mind 有一些 是 是 是 所以這個跟這個是那個 有一點分開的 嗯 還有一個事情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自己呢 我這個是那個我的目標 嗯 自己那個什麼 呃 想要做的事情 好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 呃 我想舉辦 音樂活動 什麼樣 呃 什麼樣的音樂活動 音樂活動 音樂的活動 音樂的 音樂的 呃 上次呢 對 上次我們就參加了大港開展之後 我才知道了 嗯 嗯 音樂的話 嗯 日本高校藝人跟台灣的漫才系 嗯 一直可以舉辦活動了 嗯 上次的 上次給你的經驗嗎 哈 你說Wispy嗎 對 Wispy 不是 Wispy是那個 呃 因為我們的 現在的 呃 有點 大的問題是 嗯 我們也呃 想要跟日本的高校藝人一起舉辦活動 哦 但是呃 呃 語言的官司 中文的官司 嗯 如果在台灣舉辦活動的話 我們講中文 嗯 嗯 那特別來賓 一路Norstile上 是那個 我們的大前輩 對 那他們講什麼語言呢 呃 呃 綠文的話 像字幕 呃 漫才的話不太適合 對不對 哦 那Wispy上 或者是那個 雅士馬上的話 安春先生 嗯 可是他們的表演的方式是 呃 比較動作上面的 是是是是 呃 並不是那個百分之百的日本的搞笑的表演 應該不是這樣 應該怎麼講的 沒辦法跟他們一起 嗯 嗯 什麼互動 音樂呢 為什麼要用音樂 音樂的話 呃 有言無關的 不是說要用音樂搞笑的意思 是音樂活動 是 哦 人間的音樂 或者英文人 像日本的搞笑藝人 也是很認真做音樂的人 也很多 也是 嗯 然後他們是呢 有些人是搞笑的方式 有些人是很認真表演 有些人是音樂的表演的方式的人 也有 嗯 台湾也有 那如果在台湾舉辦這樣的活動的話 主角人是你們 或是那個什麼 蔡廣商 都是那個什麼 他們是那個什麼 呃 音樂活動的主角人 嗯 然後特別來賓是那個什麼 我們的前輩 哦 我們請他們唱一首卡拉OK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哦 是卡拉OK程度嗎 沒有 我說 我可以邀請一下 哦 對 啊 fit一下 邀請我們前輩他們唱歌就好 哦 哦 不是 樂團 應該不是 哦 樂團 對 有認真的樂團 我知道 嗯 所以我說中間的活動 可以有這種環節吧 哦 你說卡拉OK 對 日本 日本漫才師卡拉OK 卡拉OK的時候 他們說對 我說唱歌的時候不對 唱歌的音樂團的意思也有吧 有吧 哈哈哈 好總而言之 音樂這件事情 我們再讓他計畫一下 音樂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帶來音樂表演 即便有語言上面的狀況 其實就比跟漫才比起來而言 也是比較好翻譯 因為很多日本樂團來台灣演出 非常多非常多 他們可以在音樂上面搞笑嘛 在彈奏音樂上面做搞笑 就是他們喜劇可能是不只是在語言這個地方 所以可能台灣觀眾就更可以接受啦 是這種感覺 那太非常了 我覺得 想要那個 Open Michael以外的 很多人 講漫才的表演 Open Michael以外的人 Open Michael是大家都報名的 對 可是我們選誰演漫才這種的 那個Yose 季喜 就是日本的商業劇場 像他們花月也算是一種 Yose 就是季喜就會排藝人進去表演的 哦 你說好比如說 Comedy Club 23然後什麼的 然後有一天 還是說那個劇場就是一直在演漫才 沒有 他說現在有點難吧 現在可能有點難有個劇場 那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23有一場演出 是這種季喜的演出 一個月一次的 那個季喜演出可能是 比如說 我們啊 或者是少爺們去邀請說 啊這一組 在Open Michael看到覺得這一組的段子很有趣 從Open Michael出來的 對 這種 有點像是托爾秀的焦點之驗的感覺 Pyramido的 不用Pyramido 不是那麼Pyramido的感覺 可是 還是因為 因為 我覺得 基本心也有點 所以有很多搞笑意 有自己喜歡的前輩 嗯 所以 講孟宅就可以認識那個前輩 嗯 但現在有點難 哦 因為那個孟宅稍微是 蔡光雄團沒有報名Open Michael 嗯 有點難認識新人 哇 裡面應該有很認識很多新人吧 我們主持Open Michael 都會遇到啦 哦 對對對 嗯 因為那個一開始Open Michael的時候 我們認識那個蔡光啊 哈佛啊 很多這種有趣的孟宅區 哦 哦 現在這個機會變少 嗯 嗯 哦 的確是 因為 的確在Open Michael之後 目前的狀況 大部分的團體會選擇 呃 自己主動的 譬如說 呃 鮑羅啊 會跟誰啊 去合作一個公演的感覺 嗯 然後或者是 他們就組成你好麥克風的工作室了嘛 然後 然後或者是 他們就自己做自己的個別公演 像菜館 他們就做自己的單獨公演 但是比較少有那一種 呃 呃 有場地或者是 呃 像我們 嗯 去主辦一個系列演出 是從Open Michael出來的人 然後 每一場的這樣的演出裡面 譬如說 這場裡面就 固定會 有一組 前輩藝人 譬如說像 像泰田 呃 像麥少爺 像達康或蔡冠在裡面 但其他組合呢 都是 可能上過Open Michael 呃 很有趣 觀眾也很喜歡團體 然後做了一個 我懂 我懂 就是花月我們看到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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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組合式的專長演出的感覺 拼盤的啦 嗯 嗯 的確這 沒有這個下一階的這個東西在啊 嗯 現在的確是沒有錯 啊 對啊 好像TOK說的 週末夜這樣 嗯 週末夜或焦點之夜 對 是 因為日本的搞笑藝人公演表演之後 一直喝酒吃飯 還有那個在Lumine 聊天的時候 感情變好 嗯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不用做祭席 我們就是直接約喝酒吃飯就好了 嗯 但 有個Line群組 其實呢 嗯 直接吃飯的話 我不敢跟很多人聊天啊 你是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 我是怕生的 真的真的 真的 我是怕生的 完全不是吧 我們怕Case不能說謊 是是是 上次主導我們你是怕生啊 我跟你去喝酒的時候 從來沒有覺得 你們都是好朋友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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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過生人 他那個每次農班妹的時候 嘗嘗嘗嘗嘗的 哈哈哈哈 為什麼不需要對你們巴虎 吃飯吃飯吃飯說太甜了 為什麼去跟那個女生聊天了 我沒有爆料 不是 先猜一頭吧 猜一頭出動跟女生聊天 一個一個料出來了 真好真好 我是覺得很厲害的 因為我很沒辦法跟陌生聊天 我們兩個都怎麼樣 我們自己聊天啊 是是是 我啊 然後那個罐罐啊 沒錯 這部分倒是真的 真的很悶 這部分倒是真的 他相對而言的話 他們不是不跟陌生人聊天 是他們聊的東西 陌生根本聽不懂好不好 不想聊 我覺得果然我們是 搞笑野蠻仔絲啊 嗯 所以表演後一節合作比較好 當然 是啦是啦 因為菜館的表演也是 我看他們的表演 網站覺得有趣 那我想跟他們聊天 嗯嗯嗯 好啦 我覺得今天 聊到了很多 關於曼財少爺 以及曼財少爺以前的事情 然後以前在日本的一些 產業的狀況 然後還有他們來台灣的一些 後續 那 我覺得我們要幫助他們 宣傳一下 有沒有 10周年的演出 還有啊 有沒有還有票的 新北的 新北的 這個什麼時候 成品的 什麼時候播出啊 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 啊那對對對 新店的 哦是嗎 這個曼財之邀日呢 他們跟 新店裕隆城裡面的劇場 嗯 就成品的劇場呢 合作一個活動 所以在那個 欸哪一個售票系統 KKTX嗎 在KTX 搜尋曼財之邀日 就可以找到這個活動了 那那個活動呢 是曼財之邀日 第一次挑戰在 300人左右 300多人的場地 去做曼財之邀日這個活動 對 然後是在一個很新的地方 叫做裕隆城 在大瓶林站那 是裕隆城嗎 裕隆城 成品嘛 那個地方叫裕隆城 然後裡面成品的劇場 4月20號晚上 是的 是 我有買票 真的 Hi Desne 為什麼 真假的 當然要買票啊 為什麼 已經買了 沒什麼 為什麼 哈哈哈哈 他買票了 沒有沒有 我要在台下就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要買票的話呢 就請找康康 問他願不願意釋出他那一張 為什麼是找我那一張 問黃牛賣4千塊 KKTX啊 上KTX看 然後我覺得曼彩之鑰日 一直對我來說 是很有趣很有趣的一個節目啊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到那個升級版的場地看曼彩之鑰日 一定是非常不同的體驗 好 我們4月20有曼彩少爺的 10週年演出 10週年演出活動 在KKTX 可以上門購票 然後4月27的時候呢 曼彩之鑰日 就是曼彩少爺跟拆彎雙頭 哈姆呢 他們會在新年大瓶林的 育龍城裡面的一個成品劇場 然後這個是上OpenTX 就可以找到買票的地方了 對 那如果有想要再確認一些 更細節的資訊的話呢 我們就會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follow一下這個樣子 是的 對 好了 那今天很感謝曼彩少爺 來到我們打康還在講 希望之後還有機會 來跟我們一起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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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耶 耶